有人在那边,我在那边等他,他不来,他不来,打电话不听。 原来这位大牌女星早年参演了成龙的电影,拍完之后,成龙希望这位女星去录影棚再配两句台词,结果怎么都找不到人,在白等一天后,成龙临时找了一个女孩把人配上,才完成工作,这件事情让一向很有责任性的成龙非常生气。 所有工作人员,摄影师,灯光师,陈家班,武士指导,报名师,令到你成名,一来他们就当他们自己是大牌,拍两个镜头,所有人说你辛苦了,你什么辛苦啊,一点都不辛苦,八千多人,前后后勇哥来,花了个妆来到现场,打着动静就拍完了,你来指示,传短器,我好累啊,传多一两下好不好,修工了,大家修工,真的,我受不了,我真的想把这个名字讲出来, 我看不过这些人,真的看不过这些人 不理他了,后来我在导演会开会的时候,我说我投诉一个人,他就这样,两句对白就不来,那马上那个导演讲,对啊,上次才我这部戏什么什么,那个他就说,哎,我们全部听见了,以后马上在电影消消失了,没了这个人,现在就在国内拍戏电视剧啊,不是最快的车手,没有关系嘛,没人会查,观众们都喜欢名牌,我不接受访问 1995年,成龙拉来两亿港币投资拍摄电影《霹雳火》,口碑剧惨遭划铁炉,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正是袁永宜,也正是在这之后,袁永宜再也没有得到什么大制作电影的亲爱,转而延起了电视剧 碰巧袁永宜也曾在某访谈节目中提到,自己在出道出气事业如日冲天时被封杀 20岁多岁,讲话真的有时候真的完完全全没有经过大脑就讲出来了,所以那个时候也也其实也坦白说也可能得罪了很多 态度,所以往往那些人不知道你做什么事情,做人最要紧,做人做事最悟,你的成功,有时候今天我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一道,因为我是做人好,我跟他们讲做人最要紧,你做大本事,你本事好做人 一起可以,一起来,一起来,来来来来来,来,靠在一起,靠在一起